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组织中的权力潜规则转变成了可以研究、学习、致用的显规则 将人类数千年权术斗争经验与现代行为科学相结合 循序渐进地教我们如何达到权力的巅峰 希望本书可以让大家做到 在组织中生存并有所作为的根本性转变 权力也可以称为权位和势力 通俗地说 权力就是职责范围内的指挥或支配力量 不管你身处何种行业、职位 权力永远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话题 很多人认为 影响人成功的因素不外乎创业能力与技术能力 只要自己工作出色、技术超群 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工作业绩固然重要 但它却不是实现成功的充分条件 不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因为成功还取决于 人们在组织政治方面是否游刃有余 人们往往认为 政治技能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 其实它仅仅是一种技能而已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练习与辅导得到提高 在任何组织层级中 政治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等级制度的世界里 比如公司里CEO只有一位 国家元首也只有一位 任何组织结构都如同一个金字塔 底层职位远远都与上层职位 权力有什么用呢 不说别的 至少有一点会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心动 那就是权力会影响你的健康 如果你怀疑这个结论 可以去看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席 迈克尔·马莫特教授写的一本书 地位决定你的健康 地位越高的人寿命越长 地位越低的人寿命越短 如今 时代正处在一个变革期 其中一个重要变革就是 责任正从政府与组织层面向个体层面转移 这就要求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健康状况与退休生活负起责任 人们需要掌握新的技能 学习新的观念 从而努力工作 才能将成功掌握在自己手中 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永远处在低地位 想要获得高位就需要主动争取权利 而不是等待地位自动落到自己头上 因为权利都是争来的 在此过程中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你能掌握必要的技巧 甚至可以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躋身实权人物行列 不过 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虽然我拥有与工作相关的才能 也掌握了人际关系的技巧 但我不愿意玩政治 至少不愿意在此持续专注 投入精力 甚至讨厌冷酷无情地耍政治手腕 如果有这种想法 那就看看你自己 你是否常年在一个权力很小的位置上 徘徊不前呢 其实 追逐权力精通职场政治 与职业生涯的成功 甚至是管理绩效 都有很大的关系 只有对权力感兴趣 掌握更多的政治技巧 绩效评价才会更高 工作也才会更有效率 因此 我们需要认清这个世界 它虽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个世界生存并获得成功 可能会很艰难 而扩张权力和运用权术 却是非常有用的组织生存技能 争夺地位和工作时 就如同在爬金字塔 越往上 能够立足的位置越少 而竞争也就会越激烈 甚至竞争机制 也会越来越无原则 这种情况无可厚非 只要你了解权力的原则 并愿意运用它们 你就可以参与这样的竞争 甚至在竞争中获胜 说了这么多 可能你会反问 我为什么要掌控权力呢 更何况 掌握权力需要考虑周到 有策略 有弹性 保持警觉 并在必要的时候 努力争取 首先 掌握权力和我们 是否能活更久 更健康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权力和地位 能够让人在更大程度上 控制他们的工作环境 如果一个人无法控制 自己所处的环境 他就会产生无奈感和压力感 这种感觉会损害人的健康 而控制权的大小 和权力与地位的高低 息息相关 其次 权力及相应的地位和知名度 能够产生财富 因为权力能够产生名望 并无形中形成一个 庞大的人际关系网 因此 权力转化为财富 是非常容易的 在此 权力是领导力的一部分 要把事情做好 权力是不可或缺的 对很多人而言 权力都是值得拥有的 不仅因为它能提供一些东西 还因为它本身 就是一个目标 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兰认为 追求权力是人类的一种 基本驱动力 掌握权力的原因 就是以上几点 只是通往权力的道路 并非一帆风顺 因为在前方 有着所爱你掌控权力的三大障碍 障碍一 对公平世界的信仰 很多人都会相信 这个世界是公平公正的 对自己所在的组织 也会抱有这样自欺欺人的想法 每个人都会获得他理所应得的东西 每个人都会获得他理应得到的东西 只要自己工作努力 举止得当 事情和收获 必然水到取成 其实这样的想法和信念 根本不可取 甚至还会在你获得权力的过程中 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 它会削弱你从所有人和所有情况中学习的能力 特别是从你不喜欢和不尊重的人和事中学习的机会 喜欢与否 认同与否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需要从所有情况和所有人那里 吸取经验和教训 其次 这种信念会麻痹你对建立权力基础的需求 因为如果你相信世界公平公正 就会对所处环境的各种陷阱熟视无睹 而这些陷阱 会对你的职业生涯造成很大打击 其实 任何成功的人 不论他用了什么方式方法 人们都会努力寻找他的优点 以便为他的成功找到理由 而不会纠结他到底是如何成功的 所以 我们只有尝试纠正这种信念 才能更警觉 更主动地确保自己获得成功 障碍二 成功人士的说教 接下来我们需要克服的就是领导模式 也可以叫做成功人士的说教或领导力文献 领导者常常会成为效仿的典范 但他们只会留下正面展现和正面品质 而掩饰起自己使用过的权力手腕 实际上 正是这些手腕 他们才得以登上高位 因此 不要不加分辨地听从领导者的忠告 他们的建议可能准确 也可能是为了自我标榜 障碍三 自身 最后获取权力的障碍 就是你自己了 因为任何人都喜欢 让自己感觉良好 保持一个积极的形象 但讽刺的是 维护自尊的最好方式之一 就是先后退 任何失败都会使形象产生损害 因此 很多人为了保持积极形象 就会自我涉陷 甚至事先放弃 或不做尝试 害怕自我形象被破坏 自然就不会尽最大的努力 去获得权力 你要知道 任何人所关注的 都主要是自己 因此不要太在意 别人对你的看法 我们可能有一个误会 人们要获得权力 就需要取得好业绩 即使 任何职业工作绩效 和职业生涯成就之间的联系 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紧密 工作业绩出色 不能保证职业生涯的成功 甚至未必能让你 保住有实权的职位 而业绩表现不佳 也不意味着 你一定会失去工作 无数案例已经验证这个教训 只要让老板高兴了 业绩表现真的不重要 反过来说也一样 如果你让老板不高兴了 出色的业绩表现 也救不了你 人们常犯的最大错误是 以为良好的业绩 足以让他们获得权力 并让他们避开 组织中的艰难险阻 因此 他们没能有效地 管理自己的职业生涯 很多时候 都是在听天由命 如果你想创建一条 通向权力的道路 就需要摒弃业绩本身就已足够这样的想法 因为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 领导者对你的了解和判断 对你的承诺 以及你和领导者的关系 比你的工作绩效更重要 要想获得和保持权力地位 除了有一定工作绩效之外 你还必须引起别人的注意 并对业绩的评价标准施加影响 掌权者一般都忙于自己的事情和工作 所以对你和你做的事情 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在意 因此 你不能假设他们知道你取得的成果 要引人注意 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 凸显你的优势 想确保组织中比你职位高的人 知道你的工作成果 最好的方法 就是告诉他们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 人们喜欢他们记得的东西 也包括你 当人们记住了你 就等于选择了你 不过 没有人能够在工作的所有方面 都执行的同样出色 你能够做到的事 不断强调某些你做的好的方面 因为能够对你的表现 施加影响的工作 是有限的 所以 突出有利于你的那些业绩 就可以得到职位高的人的更多关注 还可以用来对抗竞争者 其次 关心老板认为重要的事 千万别自以为知道老板关心什么 最好的做法就是 定期询问掌权者 哪些方面的工作最关键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你 应该做的事情的 通过这种寻求帮助和建议的方式 你还可以和掌权者建立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可能会非常有用 最后 进行适当的公为 其实寻求帮助和建议的行为方式 本身就是一种对掌权者的有效公为 公为是一份美妙的礼物 毕竟任何人都喜欢拥有良好的自我感觉 掌权者更会如此 将公为作为一项策略 还可以有效地获得影响力 认为公为遵循互惠规范 而且 公为和自我增强动机的目的是一致的 所以 千万不要低估公为的效果 下面我们来看看 拥有权利需要哪些特质 人们往往认为 人在成年后 就已经明确了自己拥有哪些特质 缺乏哪些特质 但是 明确不代表无法改变 人的品质和特质是可以进行培养的 任何成功的人都会培养一些权利特质 来使他获得和保持影响力 如果你也想这么做 就要先了解清楚自己 这需要克服几个限定你发展的障碍 首先 克服思维局限 虽然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与成长环境都不同 因此 谁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和品质 但不要把这些当成无法改变的借口 你必须相信 人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策略性的改变个人品质 让自己变得更具影响力 这既是可能的 也是可取的 如果你在质疑 自己是否能够培养和利用 个人品质构建权利 那你可以这样思考 你已经掌控的技能 你知道它不是天生的 只要你能学会这些技能 为什么不能培养那些 能让你掌控更大权利的品质呢 其次 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 想改变自己 就要先了解自己 不过 这种自我评估 会给你的意愿带来很大的挑战 因为 人会自觉地高度评价自己 高估自己的能力和业绩 并对其进行辩护 克服这种辩护的动机本身 就是一个挑战 你可以采用缓解辩护的理念 来迎接这个挑战 极着眼于你需要 什么样的技能和素质 需要做什么准备 来应付接下来面临的问题 这种理念 不会挤起人的防御心理 与回顾过去的挫折 或检视自己的不足相比 它更容易被人接受 自我评估的第二个挑战就是 即使你能够客观审视 自身长处和短处 但如果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 也不会知道该如何改善 或改善什么 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你才能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 听取比你更有技能 愿意告诉你真相的人的建议 不过 请求人提供这样的帮助 会显得你很脆弱 甚至你的自我增强意识 又会膨胀 但你要知道 与害怕承认不足的人相比 承认自己无知的人 更容易获得提高 自我评估的第三个挑战则是 你不知道哪些个人品质 对获取权利是最关键的 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只要你先识别那些 能带来权利的个人技能和品质 然后努力去培养它们 就能够走出自己的权利之路 那么 哪些特质才能够为我们带来权利呢 通过研究 分析 观察 作者总结出两个基本方面 七项个人特质 它们在逻辑和经验上 都和建立个人权利有关 两个基本方面是 意志和技能 意志体现在个人素质中 就是雄心 精力和专注 技能则分别为 自知之明和反省心态 散发自信的信心和能力 理解他人并懂得换位思考 以及化解冲突的能力 共美七项 雄心就是付出努力和做出必要牺牲的驱动力 比如公司中有些状况 可能会令人感到不快或沮丧 也可能会转移人的注意力 但雄心却可以让人专注于获得影响力 帮助人克服放弃或让步的诱惑 精力则对建立影响力有三方面的帮助 一、和情绪一样 它具有感染力 二、充沛的精力可以让你长时间的工作 助于积累 三、人们喜欢提升那些精力充沛的人 想要获得充沛的精力 就需要你对所做的事情十分投入 某种意义上来说 精力和雄心如影随形 几乎所有的掌权者都有无穷无尽的精力 专注则是精力施展的范围 缩小专注的焦点 将精力投入到少数领域的有限活动中 你就更有可能获得权力 获取权力的技能中 自知之明能够让你及时了解自身不足 从而进行自我反省 促进自我提升 信心则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基础 一般人会将有信心的言行 与实际拥有的权利联想在一起 表现的有信心可以帮助你扩大影响力 理解他人学会换位思考 则是赢得他人支持的最佳办法 太过关注于最终目标或自己的目标 会容易忽略他人的感受 因此 专注于目标时 还要站在他人角度去看待问题 这样是向目标推进的最好方式之一 有效的化解冲突则能让你获得很多优势 毕竟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充满冲突和压力的环境 因为都想避免棘手的情形和难以相处的人 另外 别让聪明埋下溃败的种子 虽然智力有助于树立声望 获得良好的工作业绩 却往往会让人过度自信或麻木 也会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不那么在意 所以 千万别让聪明成为你权力之路的绊脚石 以上这些特质当你开始培养时 你就走上了提升影响力的道路 那么 你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找出部署他们的最佳位置了 你的职业生涯从哪里开始 会影响你的晋升速度和晋升高度 一般权力更大的部门晋升的也更快 对于权力之路而言 并非所有的职业平台都有相等的价值 但选择从哪里开始创建自己的权力基础时 人们往往会犯错 最常见的错误就是 把自己定位在目前最有权势的部门中 但往往在这样的部门中会遇到更多才华横溢的竞争者 和最固定死板的职业发展道路 而且 目前最重要的部门将来不一定仍然重要 因此 如果你想尽快晋升 就要找到尚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位置 在这里 你会遇到更少的阻力 会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重要 从而让你获得更多筹码 还有一种错误是感觉最熟悉的 一定最轻松 其实不然 最熟悉的不一定最适合 那么 哪类部门最适合呢 这就需要看部门权力的潜力 部门权力的来源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部门凝聚力 同心同德 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 不仅能够让团队快速提升 比如 传授技巧和知识 还能够通过分享经验 建立沟通和信任的纽带 更能通过团队来提升影响力 很多时候 掌权者会用团队凝聚力 来评估其领导者 第二个来源是提供关键资源的能力 比如资金和技能 或者解决组织性问题的能力 当竞争因素的紧要程度发生变化时 资金的来源也会发生改变 自然就会改变权力所在的部门 因此 你要想策划好自己职业生涯的后期道路 就需要学会衡量部门权力的潜力 也可以说是对组织中的政治概冒 做出最精准的诊断 任何事情用单一的衡量方法或单一的指标测量 都会出现偏差和误导 但当许多指标都指向完全一致的答案时 相信你就会有更大的把握 下边的三个指标就是非常不错的线索 第一个指标是相对薪酬 各个部门的起薪 与高级职位的薪酬 显示了相对权力 当然 相对薪酬最高的部门 不同企业 不同国家 也不相同 比如 德国的研发部门 薪酬相对最高 日本的研发部门和人力部门 薪酬相对最高 但美国却是财务部门薪酬相对最高 第二个指标是办公室位置和设施 办公室越接近掌权者 越容易显示权力 也更利于增加与掌权者的接触 而办公室的大小和装饰 则更容易体现该部门是否在走上坡路 第三个指标是 部门人员在委员会和高管层中的位置 就是看看除了CEO之外 谁最有可能进入公司董事内部 或看看哪个部门人员 进入公司董事内部的比例更大 这些人员所在的部门 会为我们找到权力所在地提供重要线索 现在 你就遇到了一个两难的局面 进入实权较大的部门 收入和职业生涯会占优势 但竞争相对就会激烈 另一个选择则是 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不过 这样就会面临未知的风险 如何选择 就取决于你是组织内部的创业者 还是风险承担者 也取决于你是满足随波逐流 还是更远成为领先的弄潮儿 不过 无论你选择什么 如果你不仅了解了目前哪些部门最有实权 也思考了权力将会向哪些部门迁移 你都会有好的结果 一旦你决定了想去的部门 接下来就需要考虑 如何得到这个工作或机会 知道你想去的部门和想寻求的权力之路非常重要 但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 要启动或重新启动你的职业生涯 就需要培养会提要求 培养让自己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意愿 首先要学会提要求 可能你会认为 因为想要得到某种东西而提出要求 会太引人注目 会被人讨厌 甚至会让人认为你在自我吹嘘 或者你会认为 得到大家的好感 招人喜欢 才能造就你的权力之路 你必须抛弃这样的想法 并且主动去做 因为你不这样做 你的竞争对手就会这样做 其次 提出要求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 你可能会认为 当你提出要求 被拒绝起步非常难堪 毕竟 人一般都会避免请求别人帮忙 很多时候 提出要求通常会起到作用 因为人们低估了别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 在提要求的时候 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给他人带来的成本上 而没有充分考虑对方说不的代价 首先 拒绝提供帮助 容易被人视为不够慷慨或吝啬 其次 拒绝别人亲自提出的要求是尴尬的 毕竟 答应别人的要求 获得指导机会 不仅会让他人依靠你 回报你 还有可能 让别人成为你忠实的支持者 这也意味着 你可以提供给别人某种东西 另外 请求之所以会起到作用 还在于请求他人会让他感到荣幸 可以说 请求也是一种恭维 研究表明 恭维本来就可以有效获得他人的支持 如果让你的请求尽可能的具有恭维意味 那么 别人答应你请求的可能性会更大 如果你能找到和请求的人之间的某种联系 即使是最不起眼的联系 你的请求被答应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其次 要有让自己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意愿 学会请求 的确能让你和领导者有所关联 但这还不够 你还需要建立个人的品牌 并宣传自己 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过于羞涩 因为 要让人提升你 就必须让他们注意到你 很多人认为只有先获得成功 并赢得引导变革的权力后 才能大胆地挺身而出 其实 当你变得成功而强大的时候 就不再需要主动挺身而出了 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 你还在寻找初始为止 毕竟表现得与竞争对手不一样 这才是最重要的 要知道 枪打出头鸟的古老智慧 在权力之路上并不适合 想要扩大你的影响力 宣传自己是最为有效的 只有你令人难忘 并引人注目了 别人才会想了解你 接近你 如果你在权力之路上 还属于弱者 那打破常规 采用非传统的策略 就成为了反败为胜的法宝 人们害怕以上的行为 主要的担心就是 怕自己不招人喜欢 但招人喜欢 并不是获得权力的必要条件 人们评价他人 主要依据两个指标 友好和有能力 友好会招人喜欢 但也往往被认为是软弱 甚至缺乏才智的表现 想展现能力就需要强硬一点 或者卑鄙一点 甚至让人们害怕你 这样仿佛更有效 一开始人们也许会反对你 但当人们意识到 你可以伤害到他们时 他们甚至会自动加入你这一边 研究表明 人们对你的支持 除了取决于你的魅力和能力外 也取决于你是否获胜 即你是否对他们有所帮助 因为态度是随着行为而产生的 很多人与实权人士往来 是因为需要他们帮忙做某些事情 或需要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帮忙 所以在构建权力之路时 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而是要展现出 你能带给他人什么样的资源 资源是力量的源泉 虽然道理简单却非常重要 它所代表的第一个含义是 你应该选择可以直接控制更多人员 和更大预算的工作和职位 即你要进入可以创造价值的部门 而非消耗价值的部门 因为前者在雇佣和预算方面 往往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获得对资源的控制 是你通向权力之路很重要的一步 资源代表的第二个含义是 你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 源于你所在的职位 以及那个职位 带给你对资源的控制力 你现在是否在想 我如今才刚刚开始 或我仅仅是个中层管理 如果我能控制更多的资金和人员 就不需要再了解 如何获得权力了 因为那时 我已经拥有了权力 但不要忘了 无数人都是从无到有 逐渐掌握权力的 构建权力的基础是一个过程 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积累影响力 和对资源的控制力 重要的是 你必须看到其他人 可能会错过的机会 有时甚至需要去创造 这样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你需要有耐心和毅力 跟进这些机会 人们常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 他们以为以目前的职位 根本无法建立权力基础和掌握资源 必须要在更高的位置上 才能这样做 其实 这种观点将权力基础和掌控资源的起点 定得太高了 你完全可以从你目前的职位开始做起 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做 永远不会太早或太迟 资源其实就是人们想要的或需要的东西 可能是钱 工作 信息 社会支持和友谊 或人们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帮助 你总有机会将这些资源提供给需要的人 不管你以何种方式帮助别人 互惠原则总不会让你吃亏 在获取资源之前 你首先需要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有的时候 仅仅需要对人友善 耐心倾听别人的话 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提一些和对方有关的问题 你就可以建立起人际关系 对人友善 富有极强的感染力 它能够会带来影响力 因为人们很难与殷勤有礼的人产生争执 如果你有时间 那么多关心他人 花时间参与他人认为很重要的事情 也会为你带来人际关系 有了最初的人际关系 再提供一些与人们工作有关的帮助 就会得到他人的感激 如果他们本身就觉得这些小事情无聊又无趣 他们就会尤为感激 在建立权力基础之初 这类事情恰恰非常有用 做小事虽然并不起眼 但人们往往懒于做看似微不足道 或不感兴趣的事情 所以这些小事不会有人争强 但他们却可能会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 成为部门中不可或缺的人 和组织内部的人加强了联系后 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积极寻找 创造和利用资源了 虽然小事很小 单位你带来的却是广阔的信息源 以这些信息为资源依托 你就可以开始寻找和创造资源了 最佳的方式就是将你的人际关系圈继续扩大 因为人们几乎能够凭空创造资源 你应该借助手中有限的资源 去主动创造资源 比如可以做一些活动 会议、演讲、课程、论坛等 参与寻找演讲者、组织和安排 与人接触创办会议等 让人们可以在这些活动中 方便地遇到其他人 同时了解实用有趣的东西 并且可以做生意 那么他们就会感激你所做的 从而为你的权利之路增加资源 当然 这些活动必须要新鲜 也就是能够引起他人的注意和兴趣 从而吸引更多的人 在你拥有的所有资源中 关系永远是永恒的王道 因为人际关系能使你接触到更多的人 你如果能与他们保持联系 就能增加你很多机会 那么 什么才是人际关系网呢 简单地说 人际关系网就是你建立、维持、使用各类联系的行为 这是你和他人之间的社会纽带 很多时候 关系是组织成功的保证 比如广泛的人脉关系 显然会对某些任务很有帮助 比如 很多工作涉及大量的人际关系 要求人们在不同的组织之间进行沟通联系 也就是说 不管是组织内部还是组织外部 人际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领导的实质就是 让拥有不同能力和视角的人 或部门协作 共同完成一项任务 或达成一桩交易 人际关系网有时也被称为社会资本 很多研究表明 人们的工资和职位水平 及职业生涯满意度 都和人际关系有着相关联系 为什么人际关系对职业生涯如此重要呢 首先就是突出存在性 只有让别人记住你 遇到问题或事情时 首先能想到你 你的资源才能流动起来 有效的人际关系能够创造一个良性循环 人际关系使你的可见度更高 从而提升你的权利和地位 而当你的权利和地位上升时 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也会更加容易 既然人际关系如此重要 那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把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发展人际关系中呢 其一是因为架构人际关系需要付出努力 其二则是 有些人反感这样的活动 因为他们感觉 抱着某种目的去与人建立关系不够真诚 其三就是 有些人会低估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而高估工作业绩和其他方面的重要性 其实 发展人际关系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而是需要思考和规划 有的时候你会对和哪些人保持联系 心存疑虑 这个时候你就要先克服它 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 网中的重要节点 那么 该如何运转人际关系呢 第一 策略性地开展人际关系活动 比如 可以列一张清单 列出你想要或需要结识的人 也列出接触哪些组织的人员 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然后 再一项项的检查 精简清单 最后 想办法与其中背景更广阔 和更多样的人士 建立社会关系 第二 跳出原有人际圈 人会习惯于用所有的时间 与同样人际圈的人交往 这是限制人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 毕竟 与和陌生人建立联系相比 和熟人交往会更轻松愉悦 要扩大和发展人际关系网 就要跳出原有的人际圈 付出额外的努力 认识新朋友 即使这样做 你并不习惯 第三 广撒网 扩大人际圈 检查一下你的关系网 你会发现 其中与你泛泛之交的人居多数 你和他们不太熟识 交往也并不频繁 但这些 却是你发展人际关系 很有用的灵系 因为你和密友 更有可能处在同一个圈子中 而泛泛之交 却能帮你了解新的组织 新的信息和新的人 不过 你想让这层联系发挥作用 就要满足两个条件 泛泛之交 必须能够把你和不同的人际关系群 连接起来 他们也愿意这么做 最佳的人际关系策略是 认识大量来自各行各业的人 虽然这样的关系不够密切和熟识 但因为所涉及面更广 因此你也能更迅速 更精准地获得你所需要的信息 第四 激活关系圈 如果你能够在你的人际关系圈中 增加一些地位较高的人士 那么你的关系圈就容易激活了 因为人们都喜欢和地位较高的人接触 借别人的荣耀来提升自己 第五 激进关系圈的中心 你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 来评估你是否处于中心位置 看看别人在你的工作中 占多大的比例 比如 别人是否向你咨询建议 或让你帮他们完成工作 看看在所有的信息传播路径中 有多少会经过你 提升和架构你的中心位置 一种方法是将信息吸引到身边 然后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 你控制信息的能力越强 你所拥有的权利就越大 另一种方法则是以地理位置 来构筑人体关系网的中心位置 因为地理位置和收集信息的渠道 息息相关 网络中心位置能够带来权利 同样通过链接不同的网络 也可以获得权利 因为人的趋同性 群体也会出现 因此将两个或多个群体 链接起来 占据中介位置 从而弥合结构空洞 也有利于你职业生涯的发展 我们继续来阅读 权利为什么只为某些人所拥有 昨天我们探讨了如何架构权利关系网 有了一定的关系网 就需要我们了解 如何升值你的权利 不管你正在建立社会关系 还是已经创建了社会关系网 你创造和利用社会关系的能力 都取决于别人如何看待你 而这些看法 在某种程度上 取决于你能否在言谈举止中 体现权利 这就说明权利是需要演出来的 也是需要说出来的 领导力的秘诀就是要学会扮演角色和装模作样 要在这门舞台艺术上赋予技巧 任何人在接触他人的时候 最初的感觉总会受表象所影响 这就使得表演成了展现权利时非常重要的方式 毕竟权利要靠自己去争 最初的表演可能会让你心虚 让人看起来就像表演 但过一段时间后 表演就不会再像表演了 因为行为也能产生态度 随着时间推移 你会越来越喜欢你的行为 越来越自信 也更强烈地相信你说的话的真实性 当你能够欺骗了自己的感官 那表演就是真实的 在此过程中 你所表达的情感会非常具有传染性 比如信心和快乐会影响你身边的人 而这种情绪和行为都能够进行自我强化 比如你率先表现的有信心和有见识 别人捕捉到这种感觉后 还会将其反射回来 那么你就会变得更有信心和有见识 表演作为获取权利非常重要的领导技能 除了需要你有信心站到舞台表演 还需要你知道该如何表演 需要遵循什么原则 首先要多留意你的观众 毕竟任何表演都需要面对观众 需要在会议或交流中表现得很投入 想要表现出关心他人 就要先放下你手中会占据时间和精力的设备 其次适当表现愤怒 当你的地位还不够高 或掌握的权利有些模糊和不够明确 又想对同级别的同事施加影响时 表现出愤怒是相当有用的 因为研究发现 在情况不利的情况下 地位高的人会更多的表现出愤怒 而地位低的人 则会更多的表现出悲伤和内疚 表现愤怒会让人认为更有能力 还能减少别人对你的冒犯 愤怒仿佛就是权高位重者的专利 可能你会认为 愤怒会使他人处于防守状态 是否会让人产生排斥 是否应该更谦虚和幽默些 以获得更多的认可和赞同呢 其实 只有你已经具有能力之后 自谦和幽默才会有用 在能力还不足以支撑你时 你最好表演成一个有能力 却不太友好的人 这样 你所获得的权利才会更理所当然 在此 得体的穿戴 适当的举止 姿势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姿态 站立笔直 挺胸抬头 直面他人 离别人更近些 都能传达出权力的信号 手势可以表现出权力和决断力 简短有力 不拖沓 不啰嗦的手势 能让你更有决断力 而直视他人的眼睛 显示真诚和直率 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在舞台上表演时 你为自己设置的环境 与你是否受到尊重息息相关 环境可以体现权力和地位 这也是人们容易忽略 具有至关重要的一点 最后 适当的沉默 有些人之所以被视为没有实权 是因为 他们在心慌与不确定的情况下 就开始说话了 深呼吸 花时间镇定下来 会比莽撞的回答 效果更好 不恰当的说话 会被人视为没有实权 但恰当的语言 也有助于权力的确定 一些行之有效的说话策略 可以帮你巧妙地赢得 更多的影响力 首先 打断是权力的来源之一 有权力的人打断别人 权力较小者被人打断 虽然这种方式没有礼貌 但却可以显示权力 权力在谈话中有三个体现方面 一是赢得直接争论的能力 比如争论中能否让你的观点占上风 二是你能不能决定议程 能不能决定就哪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三是你能否决定人际互动的规则 而议程和结果会通过这种规则形成 其次 演讲的技巧 很多时候 语言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 它会令人回味 包括强有力的措辞 甚至会引起强烈的画面感和情绪 最终压倒理性 演讲中这样的情况则更容易发生 有几个小技巧 能够让演讲更具有说服力 比如 用我们和他们划分阵营 来激励听众的情绪 在一些重点处停顿 通过稍微延迟来鼓励听众给予赞同或掌声 则是演说噱头的普遍特点 结构性列举则会显得演讲者经过了深思熟虑 对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多种替代方法都仔细考虑过了 依赖于我们和他们的对照 可以采用对比的修辞手法 这种方式会产生明确的比较 其有利于讲话者所倡导的理念 最好避免使用笔记或演讲稿 这样说明 话是自然而说的 而且能让讲话者和听众保持目光接触 最后 句子的结构也非常重要 在声音的重复和论点的完备之间 虽然没什么逻辑关系 但如果运用巧妙 重复可以强化和巩固逻辑点 甚至在没有逻辑点的情况下 制造出存在逻辑点的幻觉 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想在语言和形式中更好的体现权力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经验 你应该寻找机会 多进行演讲 并找人观察 为你提供反馈意见 指出哪里做得好 哪里做得不好 从而增加改进的空间 通过言谈和举止表现自己 其实都是在树立你的声望和形象 声望同样是权力的重要来源 有研究表明 能够创造良好印象的人 比那些实际表现良好 却未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人 获得的评分更高 要建立让你掌控权力的声望 基本原则非常明确 首先留下一个好印象 第一印象尤为重要 因为任何人给其他人 留下第一印象的机会 都只有一次 而人们在与你接触的最初几秒 或更短时间 就已经开始形成对你的印象了 快速形成的第一印象 在预测其他更持久 更重要的评价时 非常准确 一旦人们对某个人形成了印象 他们就不会再承认 任何与他们最初想法不一致的信息了 后来 人们会做出某些行为 让他们对别人的初步印象巩固 甚至即使某些印象一开始不是真的 他们也会以行为 让这些印象成为真的 其次 精心描绘你要创造的形象 印象的形成源于很多因素 但其中形象 却是最为直白且重要的 你需要在战略上考虑起衡量标准 或要素 然后再相应地引导自己树立这个形象 你的形象会由于背景 和你自身的优缺点而不同 所以在策划和树立自己的形象时 要尽量做到细致入微 尽一切力量透彻研究衡量标准 从安排时间到与什么组织 甚至什么人建立联系 都要确保到位 在此 用媒体帮你建立知名度 并打造形象 毫无疑问 一旦掌握了权力 你就更容易获得媒体的关注 因此 即使你刚刚开始职业生涯 也应该早早制定一个 利用媒体树立形象的策略 你应该尽早利用公共关系 主动接触媒体 以提高你的知名度 然后 跳出自我宣传的困境 可能你认为 主动接触媒体进行宣传自己 树立形象的策略 总有些自我吹嘘的感觉 其实 接触媒体只是自我宣传的一种方式 不管是争取升职还是面试 不自我宣传 不夸赞自己的能力 其他人就会认为 你无法胜任 当然 自我宣传也有弊端 首先 自己的宣传容易不够客观 也不那么容易让人相信 其次 公然自我宣传 往往被人视为自大和傲慢 会引起人的反感 虽然你在获取权力过程中 不一定非得讨人喜欢 但是 让人生厌的是 最好 能免则免 解决这个困境 可以让别人来赞美你 你的形象从别人口中出来 自然和从你口中出来的效果不同 这里的别人包括你聘请的代理人 公关 猎头等等 所以 建议你不要舍不得花钱 雇人来代表你 吹捧你 这从很多方面 都会给你带来优势 最后 战略性地传达些负面 却无伤大雅的个人信息 任何人都会追求完美 但没有人会完美 所以 你也不必表现得过于完美 只要你的怪癖 与你的核心声望无关 与人们选择你的原因无关 缺陷和弱点 其实可以强化人们 对你承担的责任 无论你的目标 多么有意义 工作多么努力 天赋多么强大 权力之路上 不可能没有障碍和挫折 同样 这也是一份难得的财富 冲突就是权力之路上 最常见的障碍 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眼界 这就可能导致因事件和问题而产生分歧 许多人都会避免冲突 因为分歧总会令人不快 但如果你躲开与你有分歧的人 回避困难的局面 就是很不负责的做法 身处领导位 则更是如此 遇见了冲突就要想办法处理冲突 下面的这些方式 可以让你更好地克服这个障碍 第一 善待对手 给他们台阶下 任何限制或控制行为都会激起冲突 毕竟有压迫就有反抗 即使你主导谈话和决策 完全控制局势 而给他们一个台阶 这个冲突就会轻松化解 有的时候进行收编 将他们纳入你的团队或组织 效果会很好 因为你让他们参与到了这种厉害关系之中 有的时候还可以维护一下对手的面子 比如给他们一些东西 让他们感到好过 这对你有好处 特别是不需要你投入太多的时候 第二 不要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敌人永远是越少越好 最好专注于眼前最优先的事项 如果转向其他事情而战斗 会给你带来越来越多的障碍 而且只会浪费你的时间 第三 与关键人物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 不可能一直受到支持和重视 因此 不要把别人的反对或轻视 当私人恩怨 想想你需要谁的支持 然后去寻求这种支持 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态度 或是你自己的感觉 而要把焦点集中在数据上 集中在公正的分析上 毕竟你需要从这些关系中 获取必要的资源 以便完成工作 第四 不断地坚持 坚持不懈的成效在于 能够消磨反对者的意志 也代表了你的一种信念 这会对你的反对者 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从而让其知难而退 坚持永远都是胜利的前奏 第五 多条战线并进 当其中一条战线遭遇障碍时 你还可以从其他战线 继续获得影响力 第六 抓战机 快速行动 如果你看到权力斗争将要发生 就不要再等待 最好迅速采取行动 这会令对手猝不及防 甚至会在他们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时 就已经胜券在握 第七 奖励你的朋友 惩罚你的敌人 虽然看似这种运用权力的方法很粗暴 但你必须克服你的禁忌 因为你在权力之路上会遇到很多人 阻碍你的人有权力将事情反对到底 但也必须要承担反对的后果 第八 为你的目标找到强大的支持者 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有说服力 有社会价值 就会增加你成功的可能性 只有将你的目标放在更宏大的背景中 才会吸引更多强有力的支持 障碍是成功之路上必然会遇到的 而挫折更是不可能没有的 大多数成功人士都在成功的道路上 克服过挫折 重要的是 挫折之后你是否打算如何卷土重来 有的时候命运的逆转并不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下面就为你介绍三种反败为胜的策略 首先不要放弃 任何人遇到挫折或失利时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责怪自己 这无可厚非 因为这是人的自然反应 但它却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你打算卷土重来 就必须停止责备自己 不要再对失败抱有负罪感 只有冷静下来 不放弃 你才能清晰地思考下一步行动 其次 继续做那些给你带来成功的事情 虽然工作绩效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 但它仍然重要 因为你在这一工作中积累了经验 这就意味着当你面对挫折时 不要试图进入另一个领域重新开始工作 毕竟你的人际关系和经验都是针对特定的背景才有效 转移到其他领域都会浪费你已拥有的资源和能力 最后 永远表现出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即使你遭遇了命运的挫折 实际情况糟糕的可怕 也要让人觉得 一切都尽在你的掌控之中 只有你表现得足够强大和坚韧 你的潜在盟友和关系网才不会崩溃 你要做的事 让他们相信 他们帮助你的努力 不会白白浪费 当你跨越和克服所遭遇的障碍和挫折后 并不意味着你的权利之路就会好走 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凡事都有代价 有舍才有德 权利也是如此 当你下定决心 要为了权利做某些事实 就需要认真考虑 你是否真的需要正在追寻的东西 更需要你考虑 为了权利 你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代价一 盛名之下的压力和代价 压力分为两方面 一是因为你的盛名 会受到更多关注 即使有关你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会被关注 二是会让你分散精力 因为关注增多 你用在形象管理方面的时间和资源 也会相应增多 同时 精力的分散 还可能会削弱你的绩效 盛名所带来的代价则是 一旦获得成功 公司就会很少再引入下一代的创新事物 尤其它对公司现有的商业模式 有破坏性的时候 因为在要看起来不错的压力下 谁都不愿意承担风险 而会选择看似安全的事物 由于权力的缘故 为了获得某些团体和个人的关注和支持 你的日程会排得爆满 而你只能超时工作 最后自己感兴趣的事 或有益于自身的一些事 都会被排挤掉 建立和维护权力需要时间和精力 当时间用在追求权力和地位上后 在其他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就会少 在这一点上 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而这又是掌握权力 登上高位不可避免的代价 代价四 谁值得信任的困扰 你的权力越大 职位越高 眼馋你位置的人就越多 因此 你需要时刻警惕 不仅为了确保自己听到的是真相 也为了抗击对手保住位置 有时还需要辨别那些暗中搞破坏的人 敢在任何一方在权力争斗中失败之前 坚定地清理掉 代价五 权力让人欲罢不能 权力带给你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隐性 也是心理上的 它的成瘾特性 会让失去它的人难以承受 权力不会一直被你握在手中 毕竟人都会变老 即使你还挣当年 权力也有可能会丧失 因此 你需要避免自己迅速而频繁地失去权力 虽然丧失权力有很多特殊性 但同样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需要注意 首先权力容易使人腐化 权力会导致人更积极地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同时削减意志行为 也可以说 随着时间推移 权力会影响人的大脑 让人过度自信 喜好冒险 对他人不敏感 形成固定看法 并倾向于将他人当成可利用的工具 所以 千万不要让权力影响你的头脑 不要表现得仿佛无所不能 只有这样 你才能保住你的地位 其次 权力容易产生过度信任 手握权力会让你过于自信 从而缺乏观察力 比如 容易相信别人告诉你的事 并依赖他们的口头保证 当你变得不警惕时 他们就有机会拆你的台 所以 你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在此 权力容易让你失去耐心 权力带给你的一方面是荣誉和成绩 另一方面则需要你好好维护自己的关系权 因此 你需要参加一些你不喜欢 甚至排斥的活动 还可能要聆听各种各样的 甚至不知所云的意见 这就需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如果你失去耐心 会让你无法控制地得罪他人 而这很有可能会让你丢失权力 然后 权力会令你产生疲惫感 在权力之路上 控制自己的自负感 注意别人的行为 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得到和维护权力 需要消耗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 疲惫感油然而生 而疲惫又会使你放松警惕 从而开始愿意妥协和让步 如果真到了这种时候 你还不如离开这个位置 因为即使你反抗 也会因为疲劳而无太大精力 而且 权力会降低你对市场的警觉性 手握权力过久 因为耐心地消磨精力的损耗 你对时代变更的关注度和敏感度 会逐渐降低 而你还在习惯地使用没什么效用的老战术 这会造成你将失去权力 最后奉劝 别对权力太过依依不舍 你无法永远保住你的权力 所以到一定的时候 最佳的方式是 有尊严地离开 保留自己辉煌的成绩 并为后人留下珍贵的财富 我们一直在说该如何走上权力之路 但是有可能你心中排斥争夺权力 或者你并不期待获得权力 那么权力该不该争呢 首先在组织中争权力 不一定就是为了获得更多权力 可能只是为了让你保住自己的地位 也就是说 即使你不想攀爬得更高 但踏上权力之路 至少可以让你占据此时的位置 不至于被他人抢走 甚至被组织放弃 其次 组织里的权力斗争从来不会停歇 因此 即使你不热衷争斗 也应该了解职场政治斗争的本质 因为 不管你是否争斗 只要你占据一个位置 你就会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 比如 当某些高层因为权力斗争失利 甚至被逐出组织时 你会发现 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失利 甚至被逐出了组织 在此 免受权力轻扎的损害 组织中的资源匮乏时有发生 比如项目款减少 比如经济危机等 资源少时 组织中涉及资源分配的斗争就会增多 权力轻扎就会更频繁和激烈 这时 适当争权 至少能让你 提防案件 免遭损害 最后 争权是组织的需要 同样是你在组织中 生存下去 必备的技巧 因为大量数据和案例表明 组织并不是非常关心你 在任何组织中 你最需要做的就是 关心你自己 而且是使用一切手段来关心自己 用一切可以支配的手段 来保证自己在组织中 能够生存下去 而且 处在这个社会当中 无论怎么样 你都逃不开权力的牢笼 因为组织政治有其必然性 其一是因为 人类所生活的环境 就是一个等级结构 无处不在的社会 等级结构存在 权力就存在 那么竞争也就必然存在 同时 人们其实都喜欢等级结构 尤其涉及结果非常重要的任务时 他们会自愿形成等级上的差异 第二是因为 任何组织完成任务 都需要靠强有力的执行力 而影响执行力效果的 就是掌握权力和影响力的技能 毕竟 如今社会发展迅速 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 各类关系也越来越相互依存 要开展优质的工作 就需要协作力 执行力和互动 职场政治技巧 正是柔和这些力量的必然产物 其三是因为 在组织内部 人们更倾向于喜欢独裁化的管理 因为 如果企业内部出现不可避免的分歧 就需要加强等级权威 由掌权者决定 另一种就需要看谁的决策力更强 而影响决策力的就是权力的大小 总之 不管你是否喜欢权力争斗 你都需要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总而学会有效运用权力 至少 在任何情况下 这样做 几乎都是有益的 虽然有些人会认为 我不喜欢或者不可能喜欢玩权力游戏 但如果不尝试 谁也无法说清楚到底喜不喜欢 当你尝试了 你就可能会喜欢上这个游戏 如果有了这种感觉 那就不要轻易放弃 而应该将它发展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成为你的技能之一 如果你在考虑 我能做到这一切吗 不用担心这些 因为本书里介绍的方法 早都经过很多人的实践 而实践过的人 都认为 本书里的方法 对他们很有帮助 其实 权力游戏没有太多戏剧性 最简单的描述就是 抓住一个可用的机会 填补领导力空隙 然后利用形式 为自己建立更高的知名度 从而获得与更多高层建立联系的机会 你看到了吗 权力建设根本不需要 特别的行动或惊人的智慧 当然 根据你的天资和兴趣 建立权力基础时 需要找到最适合你的位置 这一点至关重要 所以第一步 你需要挑选一个最符合你的环境 一个让你有可能获得技术和政治上成功的环境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 你就要对自己诚实 尤其是分析自身的长处 弱点和偏好时 其次 需要你小心陷入随波逐流的境地 从重心里是你寻找合适环境的一大障碍 最后 你还需要对这份工作的风险和机遇有客观的认识 要知道 适合别人的 不一定适合你 有了合适的环境 权力的建设成败 还要看你自己的态度 有几种态度 就好像是你主动放弃了权力 这里列举一下 需要你及时发现 并进行转变 第一 是在竞争中 提前投降 这一过程往往开始于你的感觉 你的自我感觉差 表现自然会差 别人眼中的你 也会很差 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使你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 最终提前放弃 第二 你不会策略性地对待掌权者 而是让自己的真实情感显露了出来 任何人的情绪和情感 都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当你在面对自己的老板时 真实的情感是最要不得的 因为那会显得你对老板有意见 最终所造成的后果 会使你发泄后的良好感觉 转瞬即逝 第三 是将自己看为受害者 这种态度会让人认为 局面在你控制的范围之外 虽然这会让人同情你的遭遇 并为你的无为找到了借口 也有助于你和其他受害者产生紧密联系 但却不会被企业所认同 甚至会引起掌权者的不满 第四 是不进行尝试 不尝试你就不会失败 但如果你不尝试 就更不会成功 当你不再将自己看成受害者 不再回避尝试 那你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加很多 要知道 如果没有你的同意 没有人可以让你觉得 你不如别人 就如你最初涉及权力之争时 会感觉获得权力很困难 但当你开始尝试去接触权力 争取权力时 你会发现 一切都比你想象的容易很多 是你自己将困难夸大化了 去做 你会发现 原来一切顺利成长 如今 权力 为什么只为某些人所拥有 这本书我们已经阅读完毕 你是否开始实践这几天 我们探讨的这些技能呢 是否已经发现了一些效果呢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 别再等待 权力就在那里 只要你去争取 它自然会进到你的碗中 这本书揭示了通向权力和事业成功的真正路径 是一本非常不可多得的职场生存手册 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你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 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攀上属于自己的权力巅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